香港男演员何佳靖 凭借93版包青天 中展昭一角被大众所熟使 有网友评论古装美男 说到我的想象力极限 就是何佳靖版的展昭 不得不说当时的靖歌绝对鲜肉丽美 当年的演员没有过度包装 且看当年剧照 绝对是眉目英气 风流倜傍 脸上浅浅的酒窝 更是添加了男孩般的可爱 由于当年的包青天 获得了一大的认可 剧组随后趁热打铁 筹划续集七甲五义 主角仍然是何佳靖 金超群 但金超群在骗抽问题上 没有谈拢被剧组吸出局 而当时剧组却要求何佳靖 断绝与金超群的往来 这使得情意深重的靖歌很是气愤 在这种无理要求面前 最终选择了朋友而弃 可想招失而来 那便是港台演艺圈的封杀 1990年何佳靖还不是很出名 当时与刘德华一同出演《玉中龙》 剧中二人联手与玉中就犯对抗 彼此相互扶助 成为患难之交 而在戏外两人感情也是没得说 亲如兄弟 在演艺低谷 七何佳靖也接演了几部剧 不过反响并不是很好 在朋友的介绍下来的内地发展 内地的资源相对较多 凭借原有知名度邀约不断 经过几部戏的打磨 最终在马永珍系列电视剧重回事业巅峰 在自己又一次大火之后 何佳靖并没有大踏步走下去 而是慢慢淡出娱乐圈 不想被角色锁禁锢的他便下海经商 不得不说有能力的人做什么都会成功 现在的何佳靖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从当初的穷困潦倒到如今的亿万富翁 人生过得也如同过山车般精彩 何佳靖现身甲过异 但脸近花甲的他却一直未婚 在被问及原因时笑悔 不用公开讲 撞到就有 撞不到就没漏 其实早年何佳靖与高金梅合作不了情 时情投意合 无奈最终还是分手 人生大起大落的何佳靖 一直未曾忘记他 说过终身不娶 两人曾经约定60岁 若彼此 仍旧单身就一起相守到老 2012年的记者发布会上 何佳靖表示二人的约定依然存在 现年59岁的何佳靖距离约定还差一年时间 希望当年的有情人真的会在一起 竹笔 司徒猫腻 我没有想到有情人的约定依然存在一起 我没有想到有情人的约定依然存在一起